《淨土宗》 《淨土宗》 算是比較特別的法門 因為我們一般人 的修行 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慢慢的慢慢的 點點滴滴 把煩惱跟業力 給消滅了 然後那個果震 才會出現 就是 沒有一個人說是 不斷貨可以震震的 都是先斷貨再震震 我再講一次 貨要斷了以後震才會出現 所以 所有的果地功德都是要 消除無始業力 清除 清除所有的煩惱 那個果地的功德才會出現 持有淨土宗很特別 它叫代業 怎麼叫代業 表示你這個業在吧 那麼怎麼代呢 就是說 在業力沒有清除之前 煩惱沒有清除之前 但是你卻受用 跟法身菩薩 同樣的待遇 所以這個就不可思議了 那不可思議當然 某種程度 彌陀本業的射受 這個佛力的射受 但是我們 彌陀的準備 這個我們就不談了 佛陀當然花了很多心血 花了無量劫來 去規劃淨土 去創造這個名號 現在我們談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做的這塊 淨土宗啊 你說它容易 那也很容易 你說它困難 其實它也不容易 因為你要把人生做一個 圓滿的收尾 你這個業力才能帶走 就是這個水流啊 從過去流到現在 這個水流已經流的可能百千萬劫了 你無量劫輪迴到現在 這個水流啊 你要做一個收尾了 因為 往生淨土 那是另外一個道路 我這樣講好了 諸位 你今生所 你過去所造的善業 都不足以莊嚴淨土 因為那個有漏業 你不可能遭感那種極樂世界 一暴莊嚴 正暴莊嚴 死空無盡 那跟你的業一點都沒有關係 所以你的業全部用不到了 所以它是兩個不同的跑道 諸位 你流入梭婆 你落入梭婆世界跟往生淨土 是一個不同的世界 一個是有落國土 一個是親近國土 所以你等於是 你修行等於是180度大轉彎 從這個地方的 所以 求生淨土意味著 你要把梭婆世界的因言結束 極樂世界的因言打開 這個人才會求生淨土 我再講一次 如果順著生命的水流 沒有一個人會往生 如果順著生命的水流 就是 你要把過去無量劫來 有落的業力到死 好 做一個收尾了 這個業 收尾 第二個 易佛念佛 開啟另外一條道路 這等於是一個 跑道的大轉變 開啟極樂世界 這一塊我相信容易做到 反正你易佛念佛 把極樂世界的觀金拿出來讀一讀 極樂世界正暴想 一暴想 在心中不斷地應念 死法界死如是 他的如是相應 應言果報就出現了 極樂世界的一象狀 一轉 極樂世界的因果就出現了 這個開啟往生的跑道這一塊 不難 極樂世界最難的就是 極樂世界的生命怎麼收尾 這不容易了 諸位 我們無量劫來 一直在極樂世界待著 我們跟很多人有因言 我們跟很多事很熟悉 這不是說你收走就走 太熟悉了 其實極是沒有自信的 但是你其實極不是 不是極不容易帶走 是你的心收不起來 最終心體將心灿 心若滅死罪一碗 其實你心要收起來 極就收起來 但是關鍵是 你今天一個生死罪 一個有感情的人 你在說不是在待那麼久 你說走就走 今天如果沒有一念心性的 親近心的安住 我看你的心不容易收起來 沒有錯 你說我的心收起來 極就收起來 是的 那你說不是這個心怎麼收起來 我們今天看 所有的凡乎死亡的人 你去看現場 沒有一個人心收起來 每一個人都說 我實在不應該死 我還不想死 是不是這樣 你說哪一個人說 太好了 我本來就要走了 有沒有這種人 我看沒有 就是說 為什麼我沒有來生 就是死亡到晚的時候 你的心還在說破世界 所以你的心態 會投生到下一生去 因為你的心 你的心是相緒 所以你的業之好相緒 業力相緒 果報就相緒 那麼現在淨土問題來 就是說 淨土中 難就難在 你說破世界怎麼收尾 你告訴我 你怎麼收尾 你用什麼理由來收尾 你說 我用苦地的方式收尾 可以 所以你不用心性來收尾 你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 你沒辦法收尾 第二個 你用極端的方式收尾 用斷滅 我恨脱說破世界了 我受夠你了 那你這樣收尾也是可以 你用所有的 不好的名言 替喝哲說破世界 但是你未來會付出代價 因為你今天 遲早要面對因應所生法 所以你到淨土以後 你後半段問題就很多了 所以 今天 你不安住一內的信心 你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 你很難收尾 你說不了手 第二個 你用斷面式的 不正常的方式收尾 那你後面就要付出代價 所以我們現在是 怎麼樣收尾 又能夠不傷害我們的 菩提心 為你未來的從空出角做一個 就是未來還可以對接 那你這個就是 我認為就是一內心 一心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 我本來就沒有生命啊 什麼收不收尾 這樣懂嗎 這句話你們聽得懂嗎 我本來就沒有生命啊 誰跟誰收尾呢 是吧 那你今天如果不站在心性 你站在因應所生法 來看人生 那就不是這個態度 那就不是本來就沒有 那就本來就有了 所以 你臨終的時候 我們合理的推論 我們會印到很多很多人生的影像出現 你是站在什麼角度來面對它 你要面對因應所生法 那它就是你過去的美好回憶啊 你很難不掉進去的 那你站在一內心性 何其自信 本質親近 這些婆的美好回憶 本來就沒有的 你可以輕鬆地走過去了 當然你要不按住一內心性 你恐怕走不過去了 這一關你就走不過去了 所以說 法華經不但是成佛 其實禁讀中也很重要 就是你站在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人生 它就是一個水泡 你不站在宏觀的角度 你落入水泡裡面 那你就這個水泡就不好處理了 當水泡要破的時候 水泡要破的時候 最好是 你站在水泡外面來看它破 你如果自己住在水泡裡面 你說水泡破的時候 你保持正念 我看很難 反正正常情況 我們每一個人臨終的時候 除非你 你受到夜盡晴空 何以的凡夫 臨命中絕對不會平靜的 不會平靜的 或多或少 那你怎麼走過那一關 那一關可能只有十分鐘 十五分鐘 你走過去阿彌陀就出現了 但是你走不過去 那對不起 你自己沒有把夜益處理好 所以臨終的時候會有一段時間 阿彌陀還沒有出現之前 那麼我們臨命中的時候會出現很多很多的過去的影像 那就看你走得過走不過那個臨終的關鍵時刻 你能夠走出心中的妄想 那當然迎接的就是眉頭的光明 那你走不過去 那就 就男生再來 那麼這個時候呢 一心三關對你就很重要 好 所以這個養兵千日 用在一招裡